第九百四十三章 讨之夭夭 没错 这个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叶西文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在恶太子最为得意的时候 将魔刀给抢到手 从来都是他欺负别人 能够让恶太子吃瘪的人 不过是寥寥无几 但是绝对不会是这眼前的叶西文 一向自视甚高的他 被叶西文来了一个截狐 心中的怒火 可想而知 几乎要将整个天穷都给烧穿了 哈哈哈哈哈哈 恶太子 你也有今天 一旁的司空号 简直就要乐开花了 被太子来个螳螂捕蝉 他心中的郁闷丝毫不比现在的恶太子要小 但是现在眼见着恶太子被人来一个黄雀在后 他心情一下子爽了 而且是爽爆了 他虽然实力比起恶太子要逊色一筹 但是却并不怎么处他 这些年轻一辈的高手 每一个都是天之骄子 哪有那么容易臣服于别人 更何况 修行一道 才刚刚开始 未来谁能走在前头 还不一定呢 这个时候看到恶太子吃别 他心中焉能不爽 找死 恶太子一声爆喝 直接抓出一只水源力的大手 抓向了叶西文 如果叶西文被抓中 不死也要重伤 如果是之前 叶西文只怕当场就要被抓中 根本毫无可能逃脱 但是现在的叶西文也早就不是之前的样子了 跨入了超脱镜四重天巅峰之后 距离恶太子是真正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了 想要一把将他重创 那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何况随着他的功力越发的深厚 恶魔之意的速度也就越快 是相辅相成的事情 叶西文直接一个加速 雷之意拍动了起来 身形一个闪烁 直接躲过了这一次猛然一击 雷之意在短距离内的腾挪简直极快 除非实力真的比叶西文强太多 否则都很难真正将叶西文抓住 与其说霸体诀是叶西文的力深根本 倒不如说是恶魔之意 霸体诀在强踪也还要手上 但是有了恶魔之意 别人根本就打不到叶西文了 就更别说是伤到他了 不过对于叶西文来说 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来自于身后的恶太子 虽然恶太子怒吼连连 但是却根本追不上叶西文的脚步 除非是已经成就了法相境 练出了属于自己的领域 才能将他一下子笼罩进去 那可不是恶弘那种为领域 那是真正的领域 在这领域之内 一切的规则都是由他自己制定的 进了这个领域 就要受他的领域的压制 那时候比拼的就是对天道的理解 对他来说 真正的麻烦 却是来自于手头上的魔刀 在叶西文刚刚抓住魔刀的那一瞬间 就感觉到一股惊天魔气瞬间席卷到了叶西文的身上 直接要侵入叶西文的神志之中 影响他的神志 叶西文冷哼一声 身上浑厚的真元一层一层的涌现了出来 镇压起了手中魔刀上散发出来的魔气 地阶法器上散发出来的魔气 比叶西文想象的还要的强横 对于非魔族来说 魔气只是一个有大害的一种能量 虽然有模仿魔族所修炼的魔工 但是练得走火入魔的也是大有人在 更有许多人练得人不人 魔不魔的 不过那只是对别人来说 对于叶西文来说 却并非如此 在这些魔气侵扰过来的时候 直接被叶西文身上的天元镜给吸收了进去 相对于这把魔刀来说 无论是各个方面来说 叶末都是老祖宗级别的了 虽然现在天元镜的品级还不如这把魔刀 但是想要在叶末面前翻腾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叶末在叶西文身边显形 说道 这里就交给我了 然后直接一头钻进了魔刀之中 叶西文只是不断的调动真元 镇压魔刀的异动 在叶末进去之后没过多久 莫得 魔刀之中猛然绽放出无尽的神盲 像是在剧烈的挣扎之中 随即一声声魔头的怒吼声 从其中传了出来 让人不寒而栗 叶西文不管 只是不断的镇压着魔刀的异动 果然没过多久 魔刀的异动一下子就没有了 叶西文也能感觉到魔刀顺服了许多了 叶西文 搞定了 那气灵已经被我捏死 叶末兴奋的说道 我会留下一缕神念 以后这里就由我接管了 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叶西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从刚才确定要抢夺魔刀开始 他就确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要将魔刀之中的气灵 直接抹除 不可能留下这样的隐患 毕竟像他和叶末这样的关系的 毕竟是千古罕见 又不是他自己炼制的法器 对他来说 有气灵的帮助 能够快速掌握魔刀 同时也能发挥出百分之一百二的威力 但是同时 那也是一个定时炸弹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突然爆发 所以他采取了和羽化图仙刀一般的做法 直接抹除气灵 身后的恶太子 见叶西文手中的魔刀 已经没有了反抗 虽然时间很短 但是如何还不知道 到底是为什么 顿时勃然大怒 叶西文竟然已经彻底抹除了气灵 镇压了魔刀的反抗 换了他 必然也是这么做得了 但是现在亲眼所见 却是怒火中烧 哈哈 恶太子 今天真是多谢成全 叶西文略微有些张狂的声音 从恶太子前面传来 身后的恶魔之意不断的煽动着 身体开始飞速的朝着远处飞去 叶西文 我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恶太子咆哮着 不断的拍击这天空 撕裂长空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伤到叶西文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地被叶西文越甩越圆 直到看不到叶西文之后 这才兴兴地放弃了 然后反身朝着司空号那边扑了过去 叶西文渐渐感觉到了身后恶太子的气息慢慢消失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他的速度并没有减慢 张开恶魔之意 朝着远方飞去 拜托了恶太子之后 叶西文当即开始了吸收那一头巨魔身上的精血 由天原境转化的力量 全部一股脑地涌入到叶西文的身体之中 周围魔风呼啸 但是叶西文却感觉到 犹如浑身的血液都开始沸腾了 有无数的力量都在其中肆虐 他本身仅仅只是一个超脱镜四重天的舞者罢了 和超脱镜八重天巅峰的巨魔相比 还是有不少的差距的 一时半会儿 根本没有办法完全吸收那些精血的能量 叶西文当机力端 开始征战 不断用那些战斗 来促进炼化身上的精血 这样的话 他的修为也能够有快速的进步 他继续深入封印之地之中 他身上的气息也越来越浓烈 随时都可能跨入到了超脱镜五重天 这些巨魔身上的精血 按照道理来说是根本没有办法炼化的 但是偏偏叶西文却拥有天元镜 能够炼化成为己用 而且是大规模的利用 不过随着他越发的深入到了封印之地之中 他恩那个感觉到四周的空气都完全是魔气 变得异常的邪恶了起来 这些邪恶的魔气也不知道沾染了多少怨念 在天空中居然形成了一头一头的怨灵 朝着叶西文猛扑了过来 几乎可以说漫天都是扭曲的魔气 有些甚至都已经异化了轰 他的大破灭星辰拳一拳轰出浩浩荡荡的星辰之力 迅速将眼前的无数魔气都给搅碎成为碎片 随着他轰出这一拳 他顿时感觉到身上的惊血一阵 居然被他炼化了一些 而且随着他不断的轰击 身上的惊血也在一点一点的加速炼化 没有了之前那种随时可能被撑爆的感觉 有的只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他的手上冒出了一朵火焰 就像是天生的邪气的克星一般 当这些火焰刚刚冒出来的时候 就将无数的魔气都给烧成了灰烬 那些已经异化成为邪灵的魔气 在一瞬间就被燃烧殆尽 一头头异化的魔气 邪灵这个时候在他的刀下成百上千的倒下 这些魔气邪灵对于寻常人来说 是非常难以对付的 因为他们没有实体 能够入侵人的神志 最终达到侵占人的肉身的目的 非常的可怕 人的肉身好炼 但是元神却是最难炼化的 但是叶西文却不然 他身上不断冒出五彩的神盲 将他上上下下都给笼罩在了其中 这正是明心古术 万邪不侵 任何的邪灵都不可能入侵到 叶西文的神志之中 所以叶西文就算修炼得如何之快 尽管可能留下隐患 但是他也从来不担心所谓的心魔 更别说是走火入魔了 有明心古术的存在 叶西文几乎无时无刻都在保持着清醒 这么多年下来 明心古术也成长到了数十丈高 无时无刻不在吸收着龙脉之中的灵气 但是叶西文知道 距离真正长成 还是有着巨大无比的差距的 甚至叶西文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那个命 能够看到他完全长成 所以对于这些寻常人最怕的邪灵 他却是毫不在意 直接横冲了进去 大开杀戒 大开杀战